一辆辆沙石车还有挖土机 加紧赶工 这里是位在内湖的 合家欢社区 从四月延荡至今的都更工程 终于重新复工 看到这个车子这样 进进出出 我们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们停工了一个月 每一个住户都很稳准 我小姐现在比阿嬷 我等于有久没有 住户等到人老朱皇 因为这里从921地震后 成为围楼历经16年 去年9月才风光 动工 当时还被北市副市长林青荣 视为海沙 乌都跟范利 没想到今年3月 因为富邦银行不愿意放款 让工程一度卡关 我们这整个银行 立即经过我们的解释之后 就在四月底 最近就已经拨款了 大概今年的夏天 七八月的时候 整个地下工程都完成 很快的就会上来 2019年的年底 还是这两三百户的人 希望能够回家 未来联邦合家欢社区 将改建成总楼地板面积 1.5万坪 前后共9栋大楼 预计可容纳347户 原本250户住户 也将全数回流入住 内屋区有一些 可能在交通经济 比较好的新城屋 它可能会落到 7到80万都有 所以说如果那边的 新城屋的价格 是在50到60之间 我觉得它吸引力 都是会有的 台北市还有120万的人口 住在56%的 这个叫做户数里面 它是老旧住宅 就是30岁的年纪 以上的这个老房子 它需要大力更新 民众自败都更按一波三折 能否就此顺利 也成了老屋重建推动的 参考指标之一 东森财经新闻 江明星 李恩任 台北报导